说,玉帝有七个女儿,小女儿叫七仙女,虽然她是一个正宗的先二代,可是她不喜欢高富帅,她爱上的是一个穷秀才,就是她,秀才虽然穷长得还行。 七仙女为了懂永啊,那真是不顾天规戒律,私下凡间与她结为夫妻,二人男耕女之相依度日,尤其是七仙女,心灵手巧,纺织技法纯熟,生产了大量的纺织品,为我国后来的纺织事业所出了巨大不可磨灭的贡献。 当然了,有句话叫好景不长,玉帝老儿得知女儿私下凡间,勃然大怒,命令七仙女返回天庭,否则将祸及董勇,七仙女无奈之下忍痛离去,留下了千古汗事。